近期,一则女孩路边练武师偶遇武师队敲锣驻威的视频引发大量关注 视频中,一名小女孩在路边练习武师 恰好当地一只专业武师表演队路过 武师队员们为其敲锣擂鼓驻威 小狮子与狮群的暖心互动引发网友共鸣 网友纷纷评论,这大概就是传承的力量 是在停红利刃的时候,就看见那一个小女孩在武师 我们当时看到她挺可爱 我们作为那个武师人,就情不自禁地为她敲锣打鼓 小女孩听到我们那个鼓声后 越吴越有劲,还吴得有模有样 我们那个徒弟就为她呐喊抓威 小女孩名叫林溪月,家在广东省接阳市 今年七岁,大年初一当天 林溪月在自家商店门前练习武师 这头不放假的小狮子,遇上了一对有爱的大狮子 会就春节期间的美好相会 记者也在近日见到小狮子本人 林溪月的父亲林凯荣介绍 自己本身自小习武 女儿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打鼓武师有着浓厚的兴趣 家里的氛围和自身的兴趣 给林溪月开启了一扇崭新又古老的大门 本来也是喜欢武师的嘛 然后从小也有练习武术 然后长大了工作没时间 就把那个精神寄托在孩子身上 有活动时间就可以她去练武师 练打鼓 从四岁的时候就对她这个武师非常有兴趣 然后就去那武馆 看她大哥哥表演什么的 然后她就回家又麻烦她那个动作 然后有时候我就教她 林凯荣说 女儿学得很快 还专门带她去定制了服装和尸头 从一开始的七寸到后来的九寸 现在溪月已经能驾驭十寸大小的尸头 同时得到大量关注的还有武师队 在孙叔文武师队的训练现场 不同年龄的小狮子其实不在少数 个个精神抖擞 有着超越年龄的认真和坚毅 作为会议传生人我也被受鼓舞 今后这个西亿 传到更多这个年轻人来学习 花园光大 祝大家心中愉快 近年来 传统文化在社交媒体中频繁出圈 小夕月和武师队在马路边的一次短短相会 既是偶然 却也需要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街阳是广东当地的一座历史名城 以英歌舞功夫茶闻名 国家集飞营项目 青狮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逢年过节 街头巷围总能看到师队出巡 大人爱看 小孩爱学 这也是培养出勤奋练功的小狮子的卧土